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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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我是Luke,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 由伊利哈比出品 台灣原型師林凱恩老師所製作的 EGMO系列 2016正宗哥吉拉 八顏折作戰的版本 而因為要檢查內容物的關係 當天拿到時就已經先開箱了 不過我們有先錄影起來 我們先來看看開箱的過程吧 字幕提供 這支的包裝跟EG against EG MO antes op 之前的不太相同 因為體積比較小的關係 不像OBS就是那麼的大 所以他這次內箱採用的是先蓋式的盒子 以及他內部用泡殼的方式做那個本體的保護 我個人是覺得先蓋式的盒子還蠻方便的 就是如果有人欣賞玩啊想要收回盒子內的人 他可以有一個就是比較完整且美觀的盒子可以做收藏 而且外面不用黏膠帶 所以可以比較確保就是這個盒子的完整性 但如果就是不想留盒子然後想表面拆下來的人 就要費一點工夫了 因為這盒子可能會不太好拆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隻的特色吧 這一隻本體幾乎都是使用透明的膠件做製作的 然後其實非常有重量 我原本以為是這麼小的話他應該會很輕 結果後來發現裡面是實心的 用料非常的實在 而且使用高透光的透明件製作是有他的原因的 我們後面等一下會提到 再來雖然這一隻體型本身比較小 但是他還是有把細微的分件做出來 有時候因為就是體積小的關係 有些廠商會選擇一次性的做完 比如頭部 這一隻是閉嘴的形態 那他們可能會把頭部一次性的做完之後 再用塗裝的方式呈現牙齒 不會一顆一顆的去 去雕塑他 然後上下二也不會分開 所以也不會做到嘴巴內部的構造 這樣子他整體呈現的感覺就會不太一樣 再來就是凱恩老師最強的微部細節 不管是OBS還是EGMO 老師在微部的呈現一點都不馬虎 因為畢竟尾巴算是真哥的第二靈魂 所以不管再小 他的骨骼還有臉部的構造都有做出來 完全不輸就是大型模型的細節 最後呢本作最大的特色就是 電影中的八顏則作戰的場景呈現 還有發光底座 然後這算是我第一次收集有 就是場景特效件的各家模型 雖然以前那個HGD夾扭蛋 他其實也是有一些場景特效件 但是那都太小了 看起來都只是像裝飾 我們可以看到老師把炸彈電車 還有爆炸後的煙霧都有做出來 那像電車上的車窗啊小小車窗 還有輪胎 另外爆炸後的煙霧也有做出顆粒感 就是真實的還原電影裡面的場景 再來是與其他廠牌 把燈置入本體內不同 老師選擇發光的底座來呈現發光的感覺 因為本體與特效件都是用高透光的膠質做 在用底座的燈光去照射後 可以感覺到本質真哥像水晶一樣 就是閃耀起來 非常的漂亮 如果燈座可以接電線的話 應該很適合當真哥的小夜燈 那燈的話有兩種模式 一種是衡量模式 跟一種是呼吸燈的閃亮模式 所以可以看自己喜歡這種模式 可以做觀賞 那來說說比較可惜的地方 本體其實比當初預扣時啊 就是想像的還要來的小 然後一開始拿到的時候 有一種就是 蛤?怎麼這麼小的感覺 但其實也是因為他做的比較小 所以也有符合老師當初 這個系列的設定 一個萌蛋獸的這個主題 那其實 看久了也越看越可愛 這個念頭就慢慢被消除了 那如果你喜歡真哥的話 可以在這件作品上 感受到老師滿滿的心意 把龐然大巫縮小到這麼小 不管是他的眼睛、牙齒、皮膚還有尾巴等等 他的細節特色都有全部做出來 真的很不容易 所以很推薦就是喜歡的人啊 趕快去幫他買下來吧 那這部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你的觀賞 也歡迎跟我分享 你的收藏跟你的感想 對了 下支影片是 eggmo的1995 還有就是 拿到貨之後發生的一些小故事 所以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蛋糕